邵义夫是一位著名的大慈善家 很多内地的学校都有他捐赠的义夫楼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受人爱戴的人 晚年却让窃室 接管了自己市值164亿港元的电视王国TVB 2014年邵义夫离世后 留下了200亿遗产 可他与发妻的四个儿女 拒绝出席他的葬礼 还声称我们不要他的东西 邵义夫生前做尽好事 帮助众多学子获取教育资源 在常人看来是一位大善人 这样一位心如菩萨般的人物 为何会背叛发妻 导致自己与儿女关系绝裂 邵义夫的妾室究竟有什么魔力 能让他将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拱手相让呢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早年间的邵义夫是一名妥妥的富二代 家中也开了一所剧院 只不过后来在他13岁那年 邵夫因病去世 自此家道中落 由于家族中有开办剧院的经历 邵义夫便召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友 做起了影视行业的生意 商人总是要跑来跑去谈生意的 而他也不例外 在邵义夫19岁时 因为工作的原因 他跟随自己的三哥来到新加坡 打理电影业务 缘分总是奇妙的 邵义夫在一次谈生意时 在新加坡花英戏院门外 遇到了让他一见钟情的女人 这个让少年邵义夫春心荡漾的女子 正是他的第一任妻子 新加坡富商的女儿 黄美珍 戏院门外的邂逅 聊动了少年邵义夫的心弦 与此同时 黄美珍的内心也随之倾倒 黄美珍大邵义夫五岁 没错 他们的爱情是一场姐弟恋 他为她的成熟优雅 落落大方而动心 他也因她的意气风发 阳光帅气而心动 自这场偶遇以后 邵义夫便经常找各种理由借口 去与黄美珍见面 即使黄美珍在那个时候有男朋友 他的男友正是当时的香港富商于东玄 同时此人也是邵义夫的好友 邵义夫就这样爱上了好兄弟的女友 明知不应该 可他还是情男自尽 好在于东玄还算是一个开明的人 在他看来 爱情讲求一个两情相悦 毕竟强扭得瓜不甜 因此在得知女友已经有了新的欣赏人后 虽然痛苦不堪 亦是难以接受 但他还是思考再三 最后选择了原谅 既然我不能陪在他身边 那么我就送上我的祝福吧 在获得于东玄的谅解后 二人便正式谈起了恋爱 恋爱期间 外界对他们的关系讨论声音不断 许多人认为邵义夫配不上黄美珍 甚至不理解 为什么黄美珍会抛下条件更好的于东玄 转而选择事业刚刚起步的邵义夫 是啊 恋爱关系只有门当户对 才会被外界所看好 可是这些并不能阻挡二人如火如荼的爱情 他们坚持恋爱多年 最终于1937年在新加坡举办了婚礼 正式结为夫妻 婚礼当天 于东玄还让人送来了50万元的大礼 以表祝贺 足见其为人之祸大 邵义夫和黄美珍婚后相敬如宾 互相扶持 黄美珍也为她先后诞下了两儿两女 家庭幸福美满 可是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在他们结婚后的第15年 另一个女人出现在了邵义夫的生命里面 打破了一直以来的幸福宁静 爱情都是有保质期的 人们因爱而结婚 待激情退去后 即使相互可能已经没有爱意 但都会因为对家庭的责任 而守护自己的婚姻 但是 就如古人所讲的那般 视之单膝 有可拖延 邵义夫最终没能负起该负的责任 失去了保质期的爱情 在新到来的红颜知己面前显得一文不值 某一天的夜晚 邵义夫兴致大发 想要去自己所开的邵氏戏楼看一看 这突如其来的兴致 竟为她带来久违的心动 那一晚 女歌手方一滑 在西戏院楼上的叶总会唱歌 她的歌声韵味盎然 甜润嘹亮 引得无数人趋之若鹜 而邵义夫自然早闻其名 她急忙向叶总会赶去 想要好好听一听 这韵味十足的歌声 见到方一华本人后 她更加喜欢了 因为方一华生的一副好容貌 娇艳如花 而又不失妩媚 颇有江南嘉丽的气质 此时的方一华年锦时期 桃李年华 还拥有美丽动人歌声动听 这样的年龄 更使得她受到大众的喜爱 一个年轻貌美的大明星 谁能不爱呢 邵义夫也为她所迷倒了 经过了解后她发现 这位美人不但歌唱业务能力佳 而且还懂得许多经营管理上的事情 于是她便向方一华递出了橄榄枝 让她加盟自己的邵氏公司 当时的方一华是十分抢手的歌星 歌唱事业如日中天 有很多人都劝她不要去 一不错不不错啊 别去了 好好发展你的歌唱事业不好吗 非得去当什么公司员工做什么啊 但是性格倔强的方一华认为 需要跟着自己的内心走 她不仅是想要尝试一下新的领域 还是因为那时的她 已经爱上了比自己年长将近三十岁 且已有妻儿的邵义夫 于是她不顾一切退出了歌坛 进入邵氏公司 做一名普通职员 同时也成为了邵义夫的妾室 在当时的香港 男人是被允许有妾室的 得知此事的黄美珍大发雷霆 却也无可奈何 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自那以后 黄美珍和邵义夫的争吵次数 便越来越多了 黄美珍的儿女 将家中的情况尽收眼底 慢慢地对父亲失望 愤恨父亲的所作所为 邵义夫与黄美珍的婚姻 一共维持了五十年 因为无法忍耐丈夫纳妾的行为 黄美珍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婚 黄美珍生育的两个儿子也和父亲决裂了 兄弟二人也都离开了邵氏公司 此后的多年来 他们未曾与父亲有所往来 而邵义夫直到黄美珍去世十年后 才与方一华在美国举办了婚礼 彼时的邵义夫已经九十岁高龄 方一华也步入了六十二岁了 这场婚礼 也许是邵义夫对方一华的补偿吧 他隐忍做小几十年 从普通职工努力做到领导层面 最期待的的也许就是这一刻的到来 十年后 邵义夫拱手让江山一代企业家就此退休 方一华正式接管这个市值 164亿港元的电视王国TVB 方一华在接手公司后逐渐高调 并且以手腕痕蜡著称 一名TVB的工作人员曾透露 方一华从来都是主观的做事 他看不顺眼的员工通通都要一刀斩 此后的TVB经历了一系列风浪 在方一华的带领下 既营业额狂爹垄断被打破 收购之后 他重振电影王国 一手力捧的中层们 也和他一并守护这一王国 而邵义夫则是在卸任四年后逝世 为他的子女们留下了200亿的巨额遗产 可是他显然没有想到 四个子女竟无一人稀罕他的遗产 面对媒体采访甚至表示 我们不要他的东西 显然他们恨透了父亲对于母亲的背叛 邵义夫花心的行为 除了伤害了原配妻子 也伤透了孩子们的心 因此 这笔遗产不管多么庞大 邵氏四儿女没有一个人去继承 即使是在邵义夫的葬礼上 也不见他们的踪影 这种情况不禁令人疑惑 黄美甄的子女何至于跟前过不去 其实黄美甄的儿女经过多年打拼 也早已拥有了自己的事业 所有才有底气 对父亲留下的遗产不为所动 在邵义夫去世的三年后 方一华也在医院病逝 自此 这段纠葛多年的三人爱情 正式落下了帷幕 邵义夫这一生 为内地捐献过众多教育资源 帮助了很多深深学子 完成人生的梦想 然而在感情上面 他对不住黄美甄和方一华 一个是他的结发妻子 另一个是在不正确的时机 遇到的红颜之急 他没能给黄美甄一个 永远美满幸福的家庭 也没能早些给方一华一个名分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情深 邵义夫也许无法抑制好自己的感情 也因为一时的心动 忘记作为丈夫的责任 但另一方面 他为内地所捐献的 价值将近几十亿的教育资源 也是实实在在的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但是如今的世界 提倡义夫一妻制 男女平等 人们在选择婚姻的时候 一定要明白婚姻的意义 肩负起该父的责任 看完邵义夫的故事 屏幕前的你又有什么看法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